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现在呢 我要开放给你们看这件事就是说影片的那个浏览的次数 就是这一个咯观看次数 就是说 例如说这边所放的是最近28天有7万次左右的一个观看次数 那平均 我们就算30天好了 那这样的话一天大概会有2000多的人次 就是如果30天的话 那这边总观看的次数是7万 那大概就是2300 好 我们点一下 可是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总期间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影片也不是就被一天就有2000多人来观看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 总共我现在观看的次数已经破70万了 您大概去思考一下 因为很多人关心这个观看次数的原因是因为 大概1000次 1000次左右会有一块美金的收入 那也就是70万次大概会有700块美金的收入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换算法 你也不要去了解太多 你大概就知道说 1000次大概约等于一块美金 就是Google公司它会给你的广告费 它会给你 就是它从那个跟广告商收到的这个广告费呢 它支出一点点来去给你 可是我们不是为了就是那个广告的收入 而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做了一支影片 你是不是希望说有很多人来观看 你看一刚开始的时候观看次数0次 有很多天都是0次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看我们那天做的那两部影片 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小时没人看 上一个小时也没人看 几乎都没人看 这是正常的 你看这边2013年10月大概我2013年年底那个时候开始放上去 可能放一部影片两部影片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偶尔你看经过了三个月后 这一天3月4号应该是半年后了 半年后才几个人看 就是我的影片有人看了 看了几次这边观看次数 那你有没有发现大概在2015年的什么 8月 也就是2013年10月到2015年的8月 这几乎都是平的对不对 等一下我就是要教你 那在这一段期间 基本上几乎都是很少的观看次数了 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您的影片 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搭配一些line来去做行销 所谓行销就是增加我们这部影片观看的次数 不然我们做出来的影片 你看因为我坦白说我完全没做行销 是不是整整两年就几乎没人观看 那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呢 难道说这两年我都没有再放上去影片吗 有的 然后这两年期间 我有到处就是一个月会有几天去外面教书啊 所以我也都会跟大家讲 可是你看观看的次数是不是很少 你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假设我们家是卖冰好了 你不能靠邻居来捧场 你还是要靠什么 广大的其他的消费者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 大概在这边开始慢慢的就会有成长了 而且呢 这边的一个成长 有一个叫做网路的 肠尾的效应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这一个地方 这个区间 2015年10月到2016年的5月 大概它的一个 我们讲 这个斜线 这个趋势线 它的斜线的一个斜角 那个角度不是很大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大概有30度 这一段大概了不起10度 这边大概到30度了 那这边来去看的话 是不是又更陡了 大概40度 当然会希望是乘90度的上升了 对不对 最好最好是90度 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那是因为做了很多的影片进去 做了很多影片 再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的订阅户数 我也不知道像昨天20个人订阅 那这20个人我都不认识 而且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 好 所以为什么会就是说 呃 这样子一个上升 这样一个上升 就是 我等一下大概把几个可能的原因告诉你 就是说 怎么做会让自己的这个观看次数增加 好 第一个 你要持续不断的放影片 比如说一天放个影片 或者一个 两三天放一部影片 你不能说 一年放一部 这样的话 基本上效果不是很好 再来 就是一个礼拜放一部影片 或者是两三天放一部影片 再来 这个网站它的一个订阅户数也很重要 好